好 选举焦点带你来看到 2024年总统大选倒数不到一个月了 那么国民党展现大团结 那么总统候选人侯友宜 立委复昆奇联合竞选总部 在时候的下午在花莲的六期 重划区正式的成立 那么现场是聚集了 有将近三万多人的支持者 立委复昆奇以及县长徐正伟进场 与相亲热情的级长展现超人气 那么立委复昆奇也呼吁 花莲相亲一定要团结 台湾要安定 2024总统大选倒数不到一个月 国民党总统候选人侯友宜 立委复昆奇联合竞选总部 选在10号下午在六期重划区正式成立 立委复昆奇与现场徐正为进场展现新合力 随后国民党总统候选人侯友宜 与副总统赵绍康 也在国民党主席朱立伦的陪同下进入会场 并且受到相亲热情欢迎 国民党胜利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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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立委复昆奇一上台致辞 后火全开 指出民进党执政的乱象 所以花莲相亲一定要团结一起 不要让民进党来花点骗票 台湾要安定就要下架民进党 我们8400亿防疫预算给他了 连疫苗都没有 因为他们天天忙着贪污 人命根本不重要 疫苗打不到 我们要打我们要来赛赛看 结果政府开标了 开标了终于要进口了 结果得标的 结果得标的竟然是小吃店 各位 我们不管是国道6号 还是我们的环岛高速旅路路网 还是我们的花东快速道路 民进党不做 我们把它下架 我们国民党自己来做 好不好 好 习县长这里物业席尊 拿出来说的时候 很多人连署民进党反对 你们自己选出来的 花东的立委 萧美琴 野党反对 这些都是纪录的 这个都有纪录的 我就很奇怪 这一条最重要 让花园观光旅游 包括我们的荣誉产品 买出的地方 最重要的经济产业 高速公路 既然把它火定掉 我也一直提倡 国道6 来到我们花园 对南岛较过来 我们也要用 铁路双轨赶快完工 甚至我们东部快点 一定也要做 花园如有这几条交通路网 花园一定大发展 对不对 对 只要傅昆琦立委当选 继续在立法院 好好地拼 侯友宜跟赵绍康 一个当选总统 一个当选副总统 我绝对会实现 花园县 长期来的交通路网的梦 让大家大发展 好不好 好 花园交通建设是每一次傅昆琦竞选政建筑轴 从苏花高 苏花改 苏花安 国道六号 环岛高速路网 以及花东快 傅昆琦表示 阻拦花莲的交通建设就是民进党 再次呼吁乡亲一定要团结 让侯友宜当选总统 让傅昆琦再次进入国会 为花莲建设而努力 国民党主席朱立伦 也呼吁爱花莲的乡亲 明年1月13号下降民进党 票投国民党 让台湾不上正轨 记者综合报道 花莲人家